自7月以来,斯尼玛拉松陆续为大家送上了多部大卫分歧电影的深度解析 包括了七宗罪、搏击俱乐部、本杰明八顿骑士、社交网络、消失的爱人、还有龙文生的女孩 而在了解了这么多部分歧的经典作品之后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们一样摸索出了一些分歧导演的套路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多等来粗略总结一下大卫分歧导演的几个常用套路 如果你是第一次收看我们的节目,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关注 解锁更多的电影深度解析哦 大卫分歧出身于丹佛 在60年代中期,他和家人们搬进到了北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安塞尔摩 不久之后,大名鼎鼎的星球大圣导演乔治·卢卡斯搬到了分歧所住的街上 并在周边拍摄了电影THX 1138和美国风情画 在同一时期,弗朗西斯·科波拉,菲利普·卡夫曼,还有曼克尔·瑞奇等著名电影人 都居住到了同一片区域中 使得分歧从小就耳濡目染 虽然后来,分歧搬到了北边的俄勒冈州 但是在高中时期,成为导演这一梦想早已深深地根植于分歧的脑海中 毕业之后,他并没有选择进入电影学院学习电影 而是回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在一家名为Corty Films的电影公司担任PA工作 PA在英文中指的是Production Assistant 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分歧的工作是电影制作职位中等级最低的杂货工种 而之后,分歧进入卢卡斯一手创立的影视推销公司,工业光模 在80年代,分歧终于来到了好莱坞所在地,洛杉矶 在这里,他首先在音乐录影带和广告圈中慢慢展露头角 1986年,他与同班一起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Propaganda Films 继续着自己的广告和MV生涯 在分歧27岁的时候,二十世纪福克斯邀请他知道第三部异形电影 这也是分歧的带荧幕处女作 但是,糟糕地拍摄经历和惨不忍睹的票房 使得分歧拒绝承认这部作品 在经历了短暂的滑铁炉之后,分歧回到了自己熟悉的领域 而不久之后,他再一次直击倒筒 七宗嘴一鸣惊人 而之后分歧也开始了自己开挂的电影导演生涯 Genius and Madness,天才与疯狂 这两个看似极端的名词,却意想不到的隔得如此的近 也许,稍微听过一些电影圈八卦的人都听说过 很多优秀导演在拍摄现场都是令人闻风善能的暴君 这一点,分歧也不例外 有的导演在创作的过程中追求自发性 就是在一定的设定之下 任由剧情自然地发生 或者是给予演员更大的自由发挥空间 而导演在这些未知的出其不意的小惊喜中 慢慢地捕捉剧情的脉络 从而拼凑出整个故事 分歧则恰恰相反 他追求的是准确性 他是一位完美主义者 在拍摄中,分歧非常地清楚以确定自己所追求的画面 表演,运镜,声音,甚至音乐 一旦有人偏离了他设计好的轨迹 他会毫不犹豫地停止录制并从头来过 也许,分歧最最有名的地方 就在于他多到不能再多地拍摄条数了 一般在拍摄一个镜头的时候 通过不断地调整表演,走位,灯光,道具等多个元素 最终达到导演满意的效果 在普遍认知中 一个镜头通常需要拍摄5到10次 甚至15次才能令导演满意 在导演觉得这一条OK之后 通常为了保鲜起见 导演还会说我们再保一条 确保至少同一种镜头里 有两条是导演满意的 到了分歧这里 通常一个镜头需要拍摄的条数 在25条到65条之间 甚至有时候 一个镜头需要重复拍摄100次 才能够令分歧满意 而分歧这么做的原因 是因为他相信通过不断的重复 可以消除演员表演的痕迹 使其成为演员本能的一部分 这就是所谓的去表演化 也许是因为职业生涯初期 在公演光摩打拼 又与音乐录影带和广告起步的缘故 分歧的作品中 有很多别出新材的特效 虽然大部分时候 我们可能都注意不到 分歧最隐秘的特效镜头 可能出现在了社交网络中 不知道细心的观众 有没有注意到画面中 哪里有特效呢 来大家来猜猜 猜好了吗 确定吗 确定不改了吗 答案就是 这对双胞胎兄弟 是的 兄弟二人都需要艾米哈莫扮演 然后通过特效 让两个他出现在了同一个画面中 还有就是 这场对话戏中 两人口中哈出的气 也是特效做出来的 由此可见 分歧对于细节 真的是意思不苟 分歧对于影片的开头 总是有各种精彩的设计 但拿出来 都是非常出色的音乐录影带 无论是开头的动画 或者是简单的文字出现的方式 都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影片的剧情 分歧的电影 并不能称得上是五彩缤纷 事实上 它反而限制了画面中 所出现的颜色 将画面中的颜色风格 进行了统一 蓝色 绿色 红色 但毫无疑问 分歧最重要的还是黄色 看过分歧影片的观众 都会注意到 大多数室内戏份 画面都是呈现暗色调的黄色 而这个颜色 也已经成为了分歧的标签 我们都知道 在场景中使用暖色调 会给予观众留下温馨 美满的感觉 虽然黄色也属于暖色调 但是分歧中外的黄色 却与众不同 我们注意到 大部分分歧电影中的场景 都非常的阴暗 或者画面中的黄色 是一种更偏向于棕色的黄色 这样的黄色出现在画面中 很多时候 为我们传达了一种年代感 也为场景增添了一些悬疑的色彩 在往期的节目中 我们也有提到 分歧利用颜色的反差 而突出了画面中的某些元素 比较典型的例子 是在电影《搏击俱乐部》中 在整体片爱蓝色色调的环境中 泰勒身穿的一系红衣 使得它始终是画面中的焦点 还有就是 在消失的爱人的这场戏中 整体的色调 都是典型的黄色 唯独尼克 身着蓝色的衣服 与画面中的黄 显得格格不如 由此体现 尼克遭到孤立的境遇 这里 分歧仅仅是通过服装的颜色 就轻而易举地 将画面中的人物关系 展现了出来 在摄影风格方面 分歧十分典型的运镜方式 也就是 摄影机随着人物的运动而运动 所以 这一时的分歧 在大部分场景中 都会选择比较广的画面 以便容纳更多的细节 当画面以中原景为主时 近景的出现效果 就会极其强烈 这也是分歧 不会轻易地 使用人物近景的原因 她往往将近景 留在一场戏的 最关键的部分 分歧十分喜欢特写镜头 而且 她的特写镜头 多数也都是运动镜头 分歧的作品多维悬一片 虽然剧情足够绕 但是分歧的镜头 绝对不会表印含糊 当人物发现 看见 或者是注意到某样东西的时候 分歧的下一个镜头 一定会使用特写 或者是一个特殊的角度 来展现这种发现 除此之外 分歧也会通过摄影机的移动 来展现人物的心境变化 比较经典的例子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七宗最终 结尾高扯的片段 通过手持摄影 与稳定摄影的来回切换 暂时MIRS探源 瀕临崩溃的心境 以及无名是凶手 那种一切尽在掌握中的邪恶 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 摄影机移动的案例 出现在我们还没有解析过的 站立空间中 站立空间 是一个发生在 狭小空间中的惊悚故事 电影中 当女主人第一次走进这个房间后 房门关上 此时 我们看到了一个轨道变焦镜头 当摄影机 在轨道上移动的同时 缓慢的左摇 使女主 始终在画面的中央 同时 焦距慢慢变长 女主背后的背景 慢慢变得更加的紧绷 以此展现了站立空间 与主角带来的压迫感 而在影片的结尾 女主带着女儿渡过危险之后 我们看到了这个画面 画面中 摄影机在轨道上 慢慢靠近人物主体 同时 焦距再慢慢变短 使得画面中 人物的大小 不发生变化 但是 背景的画面 慢慢变得更加的宽广 其实 在前面聊到摄影的时候 我们有简历地提到剪辑 分歧的剪辑是流畅的 不涂泥带水的 当画面中的人物 注意到什么 看到什么 下一个镜头 一定会清晰地展示出来 分歧的镜头 就像扑克牌一样 总是留了一手 在关键的时刻 再打出 在剪辑中 摄影人物静静 将其保留到 最关键的时刻 再使用 这样 去加强这个时刻的重要性 这样听起来 似乎分歧的镜头 都被他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了 是不是剪辑 也会变得非常容易呢 其实并没有 大家不要忘了 我们最开始有提到 分歧每一个镜头 都要拍摄几十遍 而作为一名电影剪辑师 每天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看素材 意味着 分歧的剪辑师 可能需要看100条重复的镜头 然后再从其中 选择一条最合适的 甚至有时候 他需要从第48条中 解一句话 将他拼到第65条中去 分歧的御用剪辑师 安克斯沃尔 在采访中也提到 自己观看分歧的拍摄素材 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他一般会先看 有场集在现场 按照导演的喜好 标注为最好的素材 并以此为选择标准 然后再看场季 标注为导演觉得 可以保一条的素材 最后再看剩下的其他素材 电影 终究是一个团队作业的结果 再好的导演 也需要一个优势的团队 来配合自己 《疫情3》失败的一大原因 正是由于分歧 无法发挥自己 控制狂的属性 再加上大制片厂的干预 和身边自己 并不熟悉的制作团队 在吸取教训之后 在拍摄七宗岁时 分歧启用了自己 更加熟悉的团队 合作起来 也更加的得心应手 虽然 分歧的完美主义 抱着的控制欲 支配着拍摄现场 但是 分歧在业内 仍旧有着极好的声誉 无论是演员 还是工作人员 都争先恐后地 想要跟他合作 看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对分歧的套路 多了一些了解呢 不知道谢谢观众注意到没有 有部分歧的经典作品 我们还没有提到 也不曾出现任何画面 那就是分歧电影作品中 极大整的一部作品 也是斯尼玛拉松 最喜欢的分歧作品 《十二宫》 如果大家想听到 关于十二宫的电影的深度解析 欢迎大家在弹幕里发个1212 你们的鼓励 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我们将用本期视频中 所提到的分歧的套路 来试着分析一下 十二宫这部经典影片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不要忘了点赞 投币 收藏 转发 给我们带到的四连 也是对我们用爱发电的 大力支持哦 斯尼玛拉松 我们下期见